大家好,我是悠悠,这是6月1号,我生完老二 我老公第一次和他家二姑娘互动的场景 又给他唱儿歌了 然后因为疫情,公婆他们都来不了医院 之后就是在6月5号,我退院那天 婆家人和奶奶他们都来了 那天是小叔子他最先一个人过来 然后就是公婆带着林匠 然后奶奶街上一起来我们家看我们了 那天呢,其实我有点难过的 因为林匠他见到我好像很陌生 可能是因为我突然变个样 还有就是突然有个小妹妹吧 他多少有点不适应 我怕他心里落差在他 当天呢就想给他留下来 说让他还是在家里跟着我们吧 可小交伙不愿意还是跟公婆回去了 那天我真的心里落差特别大 看着林匠的态度还有他的反应 我哭了好久鼻子呢 后来他们走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第二天让他想办法把林匠给哄回家 本来那天呢大家来我家的时候 我一开始想拍的视频记录下来的 看看大家哪个人反应 但是后来我仔细想 因为我刚出院 我觉得还是不拍为好 因为我拍的话 我怕婆家人他们担心我 我觉得我就是说不爱惜自己嘛 所以那天就没有拍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婆家人的反应好 奶奶呢他见到老二的话 他第一件事就是手指还有脚丫 说看看多不多少不少的 然后公公一直就问我 说就是生下来多重呢 几点几分 就是说也问得很详细 然后婆婆呢就是 在这边一直跟着老二看 就说他跟姐姐很像 小叔子的话 他就是一如既往 看着孩子笑一笑 我问他像谁的话 他就说我看不出来 他的存在感特别低 一般情况下都没什么说的 一会儿让爸爸帮你组装啊 为了把他接回来 我老公从婆婆家 直接给他带到那个玩具店去了 给他们玩具哄回来了 所以昨天第一天的话 我让林佳在家里 他整个地都不肯 然后跟公婆奶奶 他们又回去了 思江 要不要去看看妹妹 一会儿啊 那行一会儿去吧 啊思江 妹妹醒了 妹妹が泣いてるよ 你问他怎么了宝贝 你问他怎么了宝贝 你问他什么 你问他什么 爸爸你问他说 问他说 你问他说 妈妈 我乞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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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妹妹妹小时候 你乞得了 你吃了 嗯 嗯 你乞得了吗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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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明白了 就要爸爸 爸爸,你叫我? 謝謝姐姐 姐姐,媽媽,爸爸,姐姐好嗎? 嗯 這個,是姊姊的,是奶奶 這個,是兒子的 寶貝,你喜不喜歡 妹妹? 喜歡嗎? 那是什麼表情啊 和妹妹一起喝吧 寶寶也喝吧 我給我們家老二 沖奶粉,林家說 她說,我要喝,她妹妹說了 要和姐姐一起喝的 姐姐好可愛呀 來,給大家一個笑臉 你告訴大家喜不喜歡妹妹? 喜不喜歡妹妹 你喜歡嗎? 嗯 喜歡呀 謝謝姐姐 妹妹呢,可喜歡姐姐了 昨天姐姐啊 去奶奶家了 妹妹就說 姐姐怎麼不回家呀 這可能以後就是我們接她日常了 然後林家的話,我們可能是一周給她接回來兩三天 還有一半時間呢,就在奶奶家 就是在婆婆家 來月子裡 暫時就是這麼大三的 我老公呢 就充當我的月嫂 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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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拜託 拜託 這時候 這個生活 很久 就這樣 然後我現在就是早中 還有下午點心家晚餐 一共吃四次 基本上是我老公在做 做的挺簡單 但是我也滿足了 爸爸 嗯 夜什麼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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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說什麼菜單? 什麼菜單? 真的 你喜歡吃魚嗎? 你喜歡吃魚嗎? 那我買吧 你要做個好月嫂 月嫂煎奶吧 我告訴你月嫂 月嫂說吧 月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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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怎麼說的 什麼話 要想說 那些人 孩子 最初一月的生活 什麼叫做 月嫂 什麼叫做 我明白 日本語不太例子 我知道 所以我也不是聽到 我聽到 我聽到很多時候 我聽到自己的小時候 是很喜歡喝 所以 那種 她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嗎 是 dzieci吃了 爸爸 depth 三個人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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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了老二以后 就感觉老大一下子像个大孩子了 而且也发现他好像比以前更敏感了 更爱哭闹一些 然后可能是吃醋吧 但是没有办法 我想这应该是多胎家庭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我们做父母的只有尽力去平衡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小的还小的时候 尽量多爱大的一些 让他感受我们还是最爱他的 完了现在我们家真的是烂七八糟 包括我睡的这个榻榻米房间 但是我不想去收拾了 月的期间呢我就想好好养好身体 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宝爸爸妈说加油吧